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乙军11月7日表示 当天乙军地面部队已进入加沙城中心地带 并对多个哈马斯目标进行打击 加沙地带目前的行动情况 图中红色是以色列控制区域 黄色是交战区域 看这速度 还没有俄军在乌克兰推进速度快呢 这是被包饺子了吧 乙军发布了最新一批在加沙巷战的画面 攻沙的乙军北路走海滩推进 南路穿插后也走海边 不过没有走海滩只能走滨海大道 官兵还是死活不下车 视频开头的那个大型玻璃建筑物 是加沙当地著名的4S店 另一段视频中乙军在野地插旗唱歌 这是感觉完全拿下加沙了 打了半天 始终在郊区菜地周围转悠 乙军的摆拍画面实在没啥意思了 不坦协同攻击 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在哪里 这是与哈马斯空气 哈马斯空楼 哈马斯土 哈马斯沙子激烈交火吗 坦克突进 以军步兵居然高密度扎堆 哈马斯发布的是贴脸爆破作战画面 以色列发布的是高清战争电影剧照 还是看哈马斯发出来的视频吧 都是在巷战中直接送上天 这段视频显示 卡桑旅的士兵在拜特拉西亚镇西北部 成功对以色列装甲部队实施了多次近距离打击 使用串联火箭弹和疑似路边炸弹 击毁击伤了至少四辆乙军坦克和装甲车 其中一辆被击中后被完全烧毁 11月8日 以军再度公开了 在加沙发现了一处所谓的哈马斯地道口 不过按照以军公开的画面 这好像不是地道 更像是下水道或者自家井水 以前以色列用无人机 发现了隐藏在加沙谢赫哈马德医院的地道入口 地道入口距离医院大约2到3米远 对此以色列威胁要轰炸医院 但根据调查机构核查后发现 这个所谓的地道口只是医院收集雨水的水井 旁边还立着泄压阀 作用是一旦雨水进入水井 可以将空气排出 调查机构还放出该医院在施工阶段的照片 证明该处水井下并未连通地道 另一段视频中 以军在一个车辆残骸中发现了地道入口 哈马斯将汽车底盘掏空 用于遮挡地道口 看乙军士兵的表情 哈马斯居然在这里有地道口 发现地道对于乙军来说 然后呢 士兵赶下去吗 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 也同样发现了许多越南军队的地道 可没几个人赶下去 最后美国输光了 乙军号称专业的反地道战 岩鼠部队哪里去了 这张图中 卡桑旅战士在地道中观看内塔尼亚湖的讲话直播 突出一个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地道修得真不错 看来哈马斯对于中国电影地道战研究得非常透彻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地道战和哈马斯的地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的地道战是村连村 为了躲避日本兵的青角 挖的村连村的地道 并且在墨盘下面有机枪口 可以向外射击 地道的入口可以是灶台 马槽 石墨 柜子 树干 可谓变化多端 哈马斯的地道 汽车可以在里面行走 也就是说 它储存了很多食物 饮水 包括可供一两万人几个月使用的粮食 过去的地道战 我们看到日本鬼子用烟雾把人给熏出来 现在的哈马斯的地道完全通风 设施非常先进 可以把很多毒气都给抽走 其实 袈裟地道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累计长度可能达到数百公里 哈马斯还在里面生活生产 甚至举行婚礼 他们在地道里养兔子 养鸡 养羊 养牛 甚至还可以点外卖 将肯德基送进去 能送进去肯德基 也代表着能送进武器弹药 甚至能制造武器弹药 比如 破甲火箭弹 有一部分就是在地道里手挫的 所以说 以色列对加沙集中营市的封锁 即使坚持得再久 也难不倒巴勒斯坦人 比如 以色列经常给加沙地区断电 所以我们从新闻画面中看到 那里的屋顶上 到处是太阳能电池板 加沙也因此成为世界上 太阳能发电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制造 不过 我们看加沙地道 其实很寒酸 并不是像外界宣传的那样 大部分是用预制混凝土和钢材加固的 实际上 它的加固材料就是木板 有的则根本没有加固 直接就是土地道 虽然在60米深的地下 可以避免普通炸弹的直接打击 但在反复强烈的轰炸下 难免会造成地表层松动 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坍塌 这类坍塌会造成地道分支阻断 一些人会被封在地道里 可能造成窒息死亡 虽说加沙的地道配有很多的通风口 但乙军采取地面行动时 一些通风口会被破坏 继而失去功能 这样也会造成部分地道缺氧 假如以色列掌握了地道的地图 就更可以有计划地封闭出入口 这样的效果就是把人 岩石活埋在地道内 等待氧气耗尽 而在地下 在没有外接天线时 完全无法进行无限通信 乙军如果动大工程 用海水灌入地道 将是更加可怕的场景 不过这样的措施需要好大的工程 看不出以色列在短期内 能够有能力做到 更何况 这样的做法将遭到各国的谴责 故可能性不大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虽然有漏洞 但总体上是全方位的 甚至连建筑材料都严格限制 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尽可能增加哈马斯 修建地道的难度 但由此也让老百姓难上加难 比如在以色列的大轰炸中 可以看到很多倒掉的民房 都还是用预制版结构 水泥质量很差 一捏就碎了 这都是拜以色列长期的封锁所赐 以色列的理由是 水泥等民用物资可能被哈马斯利用 从而大加限制 甚至连基本的民生和人道主义都不管了 以军甚至认为哈马斯更偏向选择在地面上是医院清真寺和学校的地区来修建地道 所以连医院都一起炸掉 有些人总觉得这是哈马斯把平民 病人老弱妇孺学生当盾牌 以色列炸得有理 错误在哈马斯 这和当年日本人因为咱们老百姓救治过八路军商员 动不动就图村和其相似 要知道哈马斯是谁 他们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在以色列轰炸中失去孩子的父亲 失去新娘的丈夫 失去兄弟姐妹的哥哥 他们就是巴勒斯坦老百姓 敌人杀光了你的亲人 你反抗了就成恐怖分子了 因为你反抗了 邻居被殃及了 所以不去谴责开着坦克强占别人家园的侵略者 勇敢扛起火箭筒的反抗者 反而成了罪魁祸首 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到目前为止 认定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 只有以色列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瑞士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以及欧盟26国 甚至连挪威都没有这样认定 要知道西方并不是全世界 他们也代表不了整个世界 11月8日 乙军承认了第32名在加沙巷战中阵亡的乙军人员信息 第401庄甲旅第52营的军事长被击毙 乙军还承认 格拉尼旅第13营的一名士兵 第401庄甲旅第601营的一名士兵 散兵旅第890营的一名士兵在加沙受重伤 估计就是坦克被赶死队发射的火箭弹打爆了 然后只允许死车长 其他死亡者信息不准发布 军官可以阵亡 士兵只能失踪 巴勒斯坦抵抗武装每天和乙军拼消耗战 麻雀战 地道战 最终 积少成多 滴水成河 卡桑旅宣称 以击毁击伤113台以色列各类装备 日军消灭入侵的乙军10到30辆车辆 按照这个损毁数量 乙军的家底还能打多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